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冷门西式强势绝起 沈梦系惨遭降级 专精大桥刚上线就被一切 中路格局再次洗牌 究竟谁才是赛季木的充分答案呢 排在T4行列的是 真机 打击 司马懿 打桥 和之前一样仍然是这几个老面孔 因为自保能力差 真机和打击一直被玩家所诟病 真机 释放技能 吃手感 想大刀定住人就先抱住必死的心态 往人队里挤 打击发离西晚 后期敌方抱团推进 大刀伤害一分差 威胁几乎降为零 而作为前中期的英雄 司马懿很容易因为发育缓慢 而出过强制期 推荐还是走代理位 即使不出专精装 纯法大桥伤害其实也不低 但是少了个大刀摇人效果 这英雄好像没了灵魂 总觉得在路人局无法扛起大旗 迎面偏低 往往新鲜一阵过后就开始被玩家遗弃 那排在T3行列里有 安琪拉 小桥 武则天 吕湾 银正 甘江 高剑黎 诸葛亮 莫子 身处这个T度的英雄 也是一家人整整齐齐 几乎没变过 安琪拉经过改动争议后 强度略有降温 原先二级时一套21A 能秒半血脆皮 现在却差了一点伤害 中单助量的处境和史马懿相差不大 都是因为发育周期过长 而转到了打理位 莫子逐渐退出中路的舞台 强度降至T3 莫子的新鲜效率在法师里不算出众 如果走中路 极大可能会丧失资源的权利 而且大招的制空效果 也是让人一言难尽 排在T2的是 貂蝉 米拉迪 张良 周瑜 嫦娥 点雀 不知火我 江子牙 不知火我仍受限于版本现状 统治力大不如前 相较于大多法师来说 他在团战中仍然能担当骑兵的角色 貂蝉算是版本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目前中高端局出场率已经荣登第一宝座 只要避开那种硬控特别多的阵容 还是可以逃出来小袖一手的 排在T1的有 西施 杨玉环 沈梦西 海悦 王道军 金蝉 一星 这些英雄依然是目前的上分热门 一星 王道军有着非常强的团控和分割战场能力 金蝉对于刺客的限制作用 早已刻在基因里了 西施经过一波调整 终于时代运转 从工具人逐渐转为法盒 但上手仍需要多加练习 尤其是满CD时 如何卡准实现 打出5球 甚至6球连招 那杨玉环终于是得到了王老师眷顾 一改往日刮痧风貌 真正实现了也秒了的神仙壮局 胜率更是冲上了三榜榜首 很多兄弟说胜率高 是因为出场率低 其实在高端局 我华出场率可是排在第7位呢 那史莫西大招调整后更难消耗到人了 因此强度降到了T1 但是相较于其他无位移的法师 他的灵活性仍然是目前建立优势的关键 海悦在路人局中有所降温 原先主二拉开身位猛输出 现在王老师削二增一 让许多玩家都很不适应 所以建议兄弟们以后先丢两次二再丢一 这样可以改善打不中人的问题了 那排在T0的只有上官王老一人了 即使刚刚经历了一次削弱 但王老的强度仍然属于中单顶级 学会了细节刹车穿X21强化普攻 同样可以打出爆炸输出 而且他自带回血超远位移和无法选中的机制 配合半肉狂暴流 伤害爆炸容错率又高 简直堪称法刺典范 最后给他附上完整的法师梯度排行 你看看你的本名英雄排在T9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高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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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